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水上樂園的活動呢 即將到來了 那究竟在這個水上樂園活動 有哪些的這個寶可夢 我們可以來做捕抓呢 都會在今天的影片呢 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的話呢 這個水上樂園活動 它的時間是在7月6號到7月9號 時間的話會是從早上的10點 一路到7月9號的晚上8點來做截止 那最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在這個水上樂園活動呢 可以抓到這個異色的鴨寶寶 那同一段時間呢 還有在紐約進行的這個Pokemon Go Fest 那時間是在5月7號 那這個水上樂園呢 算是同時搭配來做相關的這個推出 那這個水上樂園它最特別的呢 其實就是可以捕抓到異色的鴨寶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異色的鴨寶寶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右邊這個樣子 普通的鴨寶寶呢 是藍色跟深藍色的這個樣子 那如果是異色的話呢 就是桃紅色以及這個紫色 那除此之外呢 在地圖上還可以預見的這個寶可夢呢 有墨海馬、海猩猩、長刺歐 龍蝦小兵、珍珠貝 以及鴨寶寶清飆飄喔 那以上這些寶可夢呢 全部都是有開放異色色圍的 那鴨寶寶呢 需要50顆的這個糖果 就可以進化成這個五天鵝喔 那五天鵝的這個異色樣子呢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所以它的身體呢 主要就是在胸前的這兩個大羽毛呢 會從這個藍色呢 變成這個紫色 所以如果想要捕捉的這個同學呢 可以保護這段時間呢 那活動期間的這個獎勵加碼內容呢 有這個使用薰箱 預見活動寶可夢的機率呢 會提高 捕捉寶可夢時獲得的經驗值呢 可以加倍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活動裡面 只有使用薰箱 才可以預見特定的寶可夢喔 那究竟使用薰箱 可以預見哪些特定的這個寶可夢呢 可以預見這個大蛇貝 拉布拉斯 螢光魚以及清飄飄喔 那這些寶可夢呢 全部都是有開放異色色違的喔 另外的話 官方這次也有推出 相關的收藏將挑戰 那應該也會是以這個水上樂園 活動的相關寶可夢為主啦 在這次的這個活動的田野調查課題呢 完成之後的獎勵 也有機會可以預見龍蝦小兵 珍珠貝 螢光魚 以及清飄飄喔 那以上這四隻寶可夢呢 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遇到 也是有機會遇到這個異色色違的 官方也有推出相關的付費解鎖 限時調查 價值的話呢 大概是1-99美元 相關台幣大概是60塊左右 那可以獲得的獎勵呢 有與這個鴨寶寶相遇的機會 那還有四顆幸運彈 兩個熏香 以及20顆這個鴨寶寶糖果 如果說你目前手上呢 是有持有這個 Pokemon Goldface 2024紐約票券的話呢 只要在這個websource裡面結帳的時候 輸入代碼 Goldface 2024 就可以領取一張特級對戰入場券 還有一個復化器喔 在這個7月16號截止 所以很重要 如果說你目前是有 Pokemon Goldface 2024紐約的這個同學呢 那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額外再獲得這個特級對戰入場券喔 不知道看到這邊你覺得如何呢 覺得不錯的話 可以動動手指訂閱起來 另外的話呢 就是我的頻道現在有新增會員集聚 趕緊加入會員 支持我創作更多攻略相關內容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在這個水上樂園活動之後的活動還有哪些吧 接下來會登場的呢 應該就是7月8號到7月13號這個救急異獸大舉入侵喔 那這個救急異獸大舉入侵呢 可以說是每天的晚上呢 都有相關這個晚餐約會喔 那相關這個傳說團體戰的這個寶可夢呢 就是我們這個救急異獸喔 所以在7月8號到7月13號這段時間呢 每天都會登場不同的這個救急異獸 所以大家好好保存一下你的綠券 在這段時間的時候可以來大抓特抓一下 接下來的時候呢 就是大家最期待的這個7月13到14的這個 Pokemon Go Fest 2020全球活動啦 那當然呢 在這個活動裡面最主要抓 除了抓異色的寶可夢之外 就是要抓這個耐克洛茲馬 因為耐克洛茲馬呢 也是目前有開放合體的這個寶可夢 那在這個水上樂園活動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遇到的這個聚焦時刻呢 會是我們這個海報球喔 那海報球的這個聚焦時刻呢 時間是在7月9號的晚上6點到7點 搭配的效果呢 是捕獲寶可夢時候的糖果加倍 那相關的這個傳說團體戰呢 7月9號到10號的是為我們這個虛無依德 那7月8號到9號是20大王 那10號到11號的時候 會分南半球跟北半球 南半球的話會是鐵火輝月 北半球的話會是植玉劍喔 那這段時間的話可以看到 其實每天登場都是不同的傳說寶可夢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段時間是這個救急異獸的這個大舉入侵喔 那另外的話在超級團體戰的部分呢 在水上樂園活動的時間呢 會遇到的超級團體戰呢 是我們的這個超級聚焦怪喔 它的時間呢是在7月8號到7月23號 那接下來之後會引介的就是我們的超級波勢可多啦 它會從7月23號移入到8月3號喔 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這一次關於水上樂園的相關內容啦 那不知道你們對於這個活動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個人覺得啦 這個活動呢 有點像是給不能參加Pokémon GO FACE的同學呢 有額外其他可以體驗的活動內容喔 那謝謝你看到這邊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